这彩蛋未免也太大了吧 王一博黄博主演的街舞电影热恋目前刚在上映中 主创们为了宣传可说十分努力 像是导演大盆直接放孤寡青蛙派传单 在30多度的天气传公仔装派传单 大盆真的很拼啊 而因为身体不适 缺席了第一天长沙鹿眼的王一博 随后也立刻加入鹿眼大军闪现北京鹿眼 虽然但是现在如果有主创到场的热烈的鹿眼门票 都已经被黄牛炒到好几万人民币的天价 但王一博不愧是王一博 真的很不安排李出牌 先来看看热烈这部电影每场都有随机彩蛋 也就是会有观众自主上台表演街舞 可以说十分的热烈 结果没想到在29号晚上 旁周某影院的观众 居然迎来了超大彩蛋 电影结束之后 观众发现有两个舞者上台跳舞 但居然没人认出就是剧中的小海 这时开始有观众留意到 有个全程戴着帽子坐在第一排默默看着的男生 结果这男生站起来脱下口罩和现场观众打招呼 还是有很多人没反应过来 一直到大鞠躬大声喊 大家好 我是陈硕王一波电影中节色名字 现场观众终于回过神来 这是陈硕穿过荧幕 走进现实来了啊 来看看现场观众看了王一波后的反应 全都是 原地傻掉了 不断空降打招呼 还带来了小礼物 也就是扇子和纪念版门票 这距离真的是人身圆满啊 重点还是低调的潜速人上场 来看网友总结也有粉丝表示 黄牛把有王一波出现的路眼门票炒到好几万块 干着孩子就自己买票去看 自己随机路眼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路眼 没错 来看网友热评目前才上映第二天 票房已经破了三亿人民币 而且很多观众看了之后 都觉得自己热血起来了 如果你住的地方也有商店 记得也要去支持一下哟